嗯,OK,那四樣吧,師傅 有沒有說在什麼時候是用什麼招呢? 例如,很簡單,假設我是一個感情受挫的人 我就帶著兩行眼淚,然後過來找師傅你 我就想問師傅,師傅,我下一個真命天子是什麼時候出現呢? 如果你要問到真命天子什麼時候出現呢? 就算八字團,用八字來算 但是你說,你帶著兩行眼淚來找我 其實呢,問我會不會有恩怨的話 其實在電話號碼或者在你的名字上 已經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到的 嗯,沒錯,這個比較簡單 那很多客人都是WhatsApp我啦 給個電話我或者給個名字我 那我就回答他們的問題 OK 例如,什麼時候在一起啊,什麼時候分開啊 各樣東西都可以計得到 嘩,這樣很害怕啊,師傅 基本上我由打電話給你那一刻 其實你都已經知道了我的東西了 好嗎? 可以是這樣說,理論上是知道的 不過我一般不會去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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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見到叫外賣那個電話 又想一想這樣就死了 好嗎? 我們這些養好的精神去幫客人做事嘛 好嗎? 好,那我又請假了 例如,有沒有可能說 我看你的電話號碼 我都知道你今年你的健康好像一般 跟你家好像有關係 會不會有這樣呢? 在電話號碼是可以看到你的 所有的基本資料 比如健康 你的錢財 你的感情 你今年的運程 是 甚至乎你的父母子女 其實一家人都看到的 不過你說 會不會因為家裡的風水而影響的呢? 在電話號碼裡面 暫時我是未看到的 嗯 不過其實也不需要這樣 OK 其實有很多客人他都有問題的 熟客的話我都會免費 幫他看一下 叫他拍些照片 我幫他看一下 家裡 都看到他們有什麼問題 其實在我Facebook 或者在我的 網站我都很多這些個案的分享 OK 很多好 OK 所以其實 觀眾呢 不妨可以上師傅的Facebook 或者可能網站 會找到師傅的資料 然後就研究一下 OK 是的 第一集 我們就介紹師傅 我們就不問他這麼深入 讓他休息一下 我們就第二集 再請教他 關於電話號碼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是的 力量很大的 OK 好了 今集第一集 我們先謝謝易龍師傅 謝謝 謝謝